那這個個性它就比較硬 它覺得說 我一定不能輸你 哪怕我跌倒了 我都已經摔傷了 我爬 我都要爬到那邊去 我都要把這個任務給完成 或者是說老闆你給我一個 譬如說今年我要做一個億 我做不到 我日以繼夜 我都要想辦法把這個業績 給做到為止 來 我們來看你們的名字 陳雨喬是你本名嗎 不是 這是藝名 那藝名可以看 你本名叫什麼 吾若語 口天吾 吵枝若語言的語 也滿美的 對 但是也沒辦法算掉 所以有一個什麼春梅 春梅 你怎麼這樣講 就是比較好命很實在的 春蘭也不錯 來 美玲老師 哪些姓名筆劃的人 在工作上是拼命三郎 好 我們拼命三郎有兩種 我們先來看第一種 這種是埋頭骨幹型的 這種大部分都屬於那種 研發的 有責任感的 另外一種就是會不會困難的 我們先來看第一種 不管哪一個格局碰到都算 這個有七話 十七話 二十七話 三十七話 四十七話 這幾個筆劃呢 我們在節目上常常講 其實是不太好 叫他要改名字的 但是呢 這個是老闆非常好的員工 對 因為他很會埋頭骨幹 他一旦要做的時候 他沒有做不到 一定要把它研發到好 你知道我們現在很多的 AI 智能 我們現在很多的升級版 包含農業 現在都變成智能的很多 全部都是這種型的 但這種型為什麼這麼好 老闆 妳找到我 是不是很好 真的耶 雅蘭姐 妳有十七喔 真的是十七耶 還有十七 還有十七兩個 好高可憐 這種都是 這種都是老闆的最愛 對啊 老闆喜歡這種型的 因為這種型的 但是要看老闆看得見 看不見對不對 老闆會看不見 你就做無做味也不好 是 然後而且這種為什麼 我們會叫他改名你知道嗎 因為這種也是很多 台灣的好新店 還好我沒有見 你知道他叫到 他如果叫到那種船 會變阿信 因為他如果叫到 我們台灣很多那種船產業 他如果叫到船產業的時候 真的做牛做馬做到 一個人要煮一百桌 是 他會把他連公婆也照顧 然後家裡的事業也照顧 兒女也照顧 什麼都是包山包海 從頭包到尾 因為他做事情 他覺得說既然要做 我就要做到好 沒有做不好 如果不做 那就不要做 不做不要做 有的人是 要做就做到最好 有的人不是 有的人是做了 不會做了 鹹水 這真的是很鹹賢 所以大部分都是為人做假 所以他自己會比較辛苦 但是如果說你碰到好的老闆 或者是碰到好的公婆 好的家庭 其實他也會有很好的成就 就是說這樣子 你自己的能力強 但是一定要碰到好的隊友 那自然他會有很大的成就 這個很多做醫生的 但是就是辛苦的自己 如果說你是男生那還好 如果你是女生 不想自己那麼的辛苦 我會建議 還是要改掉好一點 但是你還好 因為你還有31 你還會善待自己 你都要怎麼善待自己 你就吃得好還是怎樣 便當吃了 31跟24 還是很會享受 很會玩 還是很會買東西的 是喔 對 他還是會善待自己 而且會善待別人 就是說他會共享 他會買很多餅乾 小禮物給他 31是會共享的 來 再來我們看 另外一種拚命三郎 就是這種 一定要 達標型的 就是就是說 有21 23 24 34 36 這種做事情沒有做不到 我剛剛看到你21 對啊 你也24 這種都是打標型 剛剛你的外格也有17 對啊 我17 17 我跟你講這種都是 輸人無輸丁 就是個性肯硬骨子 不是藝名還是本名 你這個你藝名叫久了 我跟你講你叫久了 你也會有這種性格 為什麼我們說改了名字 它會改變命運 就是這樣 因為你叫久了 你也會有這個性格 像很多觀眾 你是原來的名字 或改過的 只要有都算 那這個個性它就比較硬 他覺得說 我一定不能輸你 哪怕我跌倒了 我都已經摔傷了 我爬我都要爬到那邊去 我都要把這個任務給完成 或者是說老闆你給我一個 比如說今年我要做一個億 我做不到 我日以繼夜 我都要想辦法 把這個業績給做到為止 我即使做不到 我也要去拜託人家 找船隊一起來做 所以這種的話就是說 如果男生其實都很好 但女生的話 自己就會稍微辛苦一點 其實稍微放鬆一點 把目標設定在一個中間值 這樣就好了 不要跟男生拼 那這樣自己日子 就會非常好過了 講到女生的勇敢 你不要看雨喬是這種 這種女生 說你有一次 在外景的時候遇到流氓 對 男生都跑光了 對 對 那時候我們就是路外景 然後我們就是分了不同隊 然後我就是跟主持人 然後旁邊還有男生 然後一組在那邊 在一個市場裡面 然後突然間遇到 當地的喝醉的流氓 然後就衝過來 對著我們破口大罵 然後就是想要動手 這一刻 我身邊的男生跑超快 就不見 我一轉頭不見 然後但是只有我 站在主持人旁邊陪著他 然後我還跟他說 我還跟那個流氓說 你不可以叫我們再錄影 我還制止他 然後他就要推我的時候 這時候工作人員就衝過來 就是有幫我們擋住 但是那時候就是 所有男生都跑掉 然後那時候主持人 特別謝謝我說 你好勇敢 你怎麼不會怕 但因為我是那種 沒被打過 不是 不是 我覺得我是 我是外表看起來很柔弱 但我內在就是蠻剛硬的 因為我天秤座 我覺得天秤座 是比較是外柔內剛性 就是我比較 天秤女像男生對不對 對 某部分個性 其實個性下男生 其實我之前教過的男生都覺得 我比他們還要男生 所以我不是外表的柔弱 這只是一個假象 對 而且你的火星在摩截 對 火星摩截 對 所以很乾 他認定的 他就像警衛一樣 站著不會動 因為我就覺得我是 主持人是我的朋友 我要保護他 就是我會覺得 別人的事情也是我的事情 反而會更勇敢去面對 所以你講他這個 就星座 他那個性格裡面 某一部分 你看他火星在摩截 所以你別看他外表 San Ma 你好 說他其實身體不好 可是你去錄影的時候 外景的時候 你也是硬撐下去 對 就是其實 因為我身體天生不好 但這個東西 我並沒有要去 人家可憐我或什麼 但因為我這是 我天生的 就是我 地中還平衡 然後二肩半脫垂 必所不全 又氣喘 那這些是我先天的 自己的問題 那像有時候外景的時候 可能我們有一些 大逃殺什麼叫 一直跑 或是有一些 大碗大逃殺 對 就是會 很長時間 要一直跑 然後我們 我可能跑到一半的時候 我就會跟工作人 拿我的那個擴張器 因為我快沒 我沒辦法呼吸了 因為可能長時間的 然後我們也有那種 大熱天 大逃殺 然後很多很多的遊戲 一直跑來跑去 很多的體力 然後再穿比基尼 在游泳池裡面玩遊戲 有一次我就昏厥了 就是我那一天月經來 那因為我們不是 可以一直上廁所 然後就是塞棉條 然後我又平血 我本身就平血 然後這樣一整天下來 又是曝曬 然後長時間的跑 然後又 就是沒有辦法 馬上上廁所 然後可能 就是塞很長時間 這樣子下來 然後我們 一整天結束後 我就是洗澡 洗完澡我們就在 我在更衣間 吹頭髮的時候 我昏倒了 我昏厥 那還是撐到工作結束 但其實我在工作中 一直昏眩 然後肚子也很痛 但我就一直跟自己說 我在工作 我要撐下去 不能因為我自己的 身體不舒服的 影響到大家 所以我就一直用意志力 撐了一整天 從早上七八點 一直撐到晚上 然後後來我一直撐到 我在吹頭髮的 突然間 我撐不住我就昏了 然後救護車就來了 對 然後我就被送到 急診室這樣 就是 然後醫生就說 我這樣子其實滿危險的 對 因為一整天 然後我又可能棉條 然後身體的狀況 對 就是很多 那妳們這種 像妳們這種就 妳是從小不運動的女生 我有運動 妳有運動嗎 我有運動 但是因為我的身體 沒有辦法像別人一樣的 強度這麼高 我需要運動 不然我的心臟會沒有 會更 會更不好 更不強 對 所以醫生都會說 我要有一些可能快走 或是做一些有氧 什麼游泳這些 就是對心臟有一些 有氧的運動 但我的強度又不能太高 對 因為我會容易喘 會喘... 就會呼吸不到空氣 那妳這樣妳還敢 接外景的幾日 然後又是 所以我有點在玩命 又是高空彈跳 又是什麼這些 對 因為像我其實 我不能玩高空彈跳 也不能玩一些雲霄飛車 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 二肩慢脫垂 閉手不全的人 假如說你高刺激的話 你的血液沒有辦法 打回心臟就死亡 是非常危險的 所以其實 我那時候我覺得 我年輕的時候是 真的是用生命在上節目 因為我太愛這個行業了 然後有一次我外景也是 玩一個遊戲 然後大家在玩遊戲 然後我從一個高的地方 摔下來的時候 我摔在一個 它是一個水溝蓋上面 不是有那個鐵條嗎 我的尾椎 剛剛好就摔在那個鐵條上 而且是非常大聲 我那一剎那躺在那邊 我沒有辦法呼吸 因為那個重力加速度 因為它是一個 有高度的地方 摔下來 我瞬間沒辦法呼吸 然後痛到我就 眼淚是 是有的時候的痛 不是馬上哭 它會停頓的幾秒 因為 其實灑掉 灑掉了 然後眼淚是慢慢這樣滑下 也沒有辦法控制 太痛了 然後我在旁邊 休息一下下 然後節目的人就說 因為我們現在 不是在台北錄 沒有辦法帶我去看醫生 所以他們希望 我能把今天一整集 拜託我能不能把它錄完 硬撐完 對 其實那時候才早上 對 然後我 那時候還有各種什麼 像爬樹 我的隊員還用手 去推了我的屁股 然後我那時候 其實我在爬樹的時候 眼淚就掉下來 但是我還是很努力的在爬樹 因為我想要為大家爭取分數 因為這就是我不想 因為我受傷 而影響到我的組員